这里是老街森鱼,我是主播阿布,今天为大家分享美剧《阴阳魔戒》39集 这是一个美丑颠倒却又极度看脸的世界 人们对于他们所定义的美尤为推崇 以至于一旦有人长得不一样,便会遭近冷漠白眼 甚至是被严格看管起来,一方吓到别人 珍妮已经为自己的脸动过11次手术了 那些覆盖在脸上的绷带大小,仿佛就是她的世界的大小 珍妮被迫地希望自己变得正常起来 她已经卑微地不再要求漂亮 只是希望人们在看着自己的脸时,不要大声尖叫 然而,这一次的手术结果似乎不太理想 当珍妮问起护士什么时候才能拆开脸上的绷带时 护士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她 再多等两天或是两周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对吗 珍妮已经忍受够了无尽的黑暗 越是等待,越是折磨 她似乎已经知晓了答案 虽然如此,医生依旧好心安慰 不到解开绷带,谁也无法判断手术是否失败不是吗 就算失败,我们依然有替换方案 可是,所谓的替换方案 也不过是剥夺了珍妮正常生活的权利 将她与自己的同类关在一起而已 珍妮肯求医生不要将自己和那些怪物关在一起 可,医生也无能为力 毕竟这是社会政策,她也只能遵从 珍妮崩溃了,她不断质疑着这项政策 医生只能严肃地呵斥珍妮,禁止说这些胡话 尽管如此,医生心中也生出了疑惑 为什么人类就不允许不同呢 很快,珍妮等到了可以解开绷带的那天了 她不安,有期待 为了稳住局面,防止拆开绷带之后 达不到预期珍妮出现什么过激反应 医生甚至喊来了麻醉湿 绷带一层一层地被缓慢揭开 在只剩下一层时,医生再次安慰起了珍妮 即使手术效果没能达到预期 你要记住,你依然能够过一个长寿且美好的生活 说完,珍妮的脸也最终呈现在众人面前 那是一张被所有人定义为丑陋的脸 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灵准备 大家依然发出了惊呼 已经11次手术了 这张脸依旧没有变化 珍妮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她把之前答应的事全忘了 崩溃地跑向外面 可是,不管她往哪儿 依然跑不出这条条框框的世界 按照社会政策 她将被送往自己的同类社区里 那里全都是和她一模一样的丑陋的人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 不妨多多点赞哦 下期再见